你好,欢迎收看2月25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如 台湾县的土地幅源辽阔 由于学校位置偏远 辅导资商中心人员要到各个学校工作时 来往交通十分不方便 而台东静明小竹的明定长老 看见了辅资中心的需求 25号上午捐赠了一辆公务车 让辅导人员有更安全便捷的交通工具 为台东的学生们服务 25号上午在大家的见证下 台东静明小竹的明定长老 将新买的公务车捐赠给台东县政府 让辅资中心的专业辅导人员 就只有舒适便利的交通工具 可以带着美茶与教具 深入全台东一百多所的校园 进行资商辅导 而捐赠车辆的明定长老则谦虚的说 他做这样的功德只是养德而已 仅仅是昙花一现 要大家平常能够默默的助人 累积因德 我们人在做公德无能救 一种是因德 因德 另外一种是阳德 那么我们都知道 阳德 可以许到报有很久 他的福报会享受很久很久 因为你是文昌起来 那么阳德就更以昙花一现 就像我现在这样 这种阳德 今天没有 为什么会这么快 如果已经标榜出来了 让人家都知道 人家该给你的也给你的 该报答你的都挺富的 谢谢 谢谢 接过了金明小竹所捐赠的公务车 县长老清林也准备了感谢状 亲自献给明定长老 感谢他为辅置中心 带来这个难得的礼物 那这15位社工师心理师 都一直没有一个公务车 所以很多时候是 能开车就自己开车 那骑摩托车就自己骑摩托车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下 其实一直希望 我们能够编列一台公务车给他们 但是对台东县政府来说 我要照顾109所的学校先 然后再来去思考辅资中心 所以一直都是学校先 这10年来其实一直挂在心上 那非常感谢 这个明定长老大德 愿意协助我们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杨德 其实不是今天的昙花已先 那日后我们在学校 要做小团体的辅导也好 或者是老师们要走很远的地方 他们真的可以不用再骑摩托车 或用自己的自家车 这个对我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礼物 全台东有100多所国中小学 遍布县内16个乡镇市 辅置中心的人员 要前往观青福岛 现在有了这辆公务车 不仅变得更安全 携带煤材与工具 也变得方便多了 而静明小卒过去也捐赠过富康巴士 帮助身杖者并关心他们的福利 往后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让社会上有更多的爱心善款与资源 为需要的民众提供协助 记者安其伦 卡通事报道